如何看待恋爱长跑 又新出锅的话题 其实话分百样说 你再怎么变花样 到头来 就是那个根啊 衍生出来的格格之影 现在的爱情 是经不起的 怎么才算经得起呢 就得靠时间来考验 那爱情是这个世界上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男女之间的打情骂窍 阴阳的互动 总是各种的奇妙 精彩 但真的精彩 我们现在是很难达到的 没有经过 这个困难的 各种的魔力 你只靠 你长得好 他说话好听 那是不够的 差的太多 妩媚多姿 那都是扭曲的 他对你一个人这样可以 做不到 他就是这种性情嘛 那不是的话 他又很难表现得出来 很难压抑这个东西 你怎么办呢 说时间是最好的良药 划分两头说 你经得起时间 真的那才叫爱情 反过来 你本身 有这个心 也不怕 时间的考验 那很多我们现实 走一走就淡了 那说明你们彼此的那个能量 那个心呢 还是不够沉的 或者有异方 很执着 那现代社会 阴盛阳水 普遍是男性执着 女人反而看淡了 不在乎感情 说是这么说啊 但是他们 骨子里那些小的心思想法 还是会表现出来 所以这个时代 阴阳颠倒很混乱 舆论混乱 那不管谁 现在 你说 我心里 真的足够成了 你是没经过那些事 你在古代 为了爱情 能够不惜自己的生命 那这多半是女子啊 如果是男性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其人 那殉情呢 被人笑话的 其实 现在反而 觉得他怎么样 如果是他 这个男性 因为为了整个家还好 如果是为了天下 不管男女 政治婚姻 政治婚姻也罢 但是真的是为了初心 结果是为了天下的吧 那当然是讲初心了 那如果讲结果呢 那他是被动的 那他是被逼的 他本来不想这么做 他本来不想这么做 你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 那不要说现代了 就是古代 能够经过几千年考验的爱情 你脑子里转一转 能数出来十个吗 不要太唱高调 很多人刚开始就认为好 你后面就不行了 经过一些事就不行了 经不起事了 这算什么爱情 真的爱情是伟大的 我们可以把它艺术化 是崇高的 高大上的 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包括我也是 发现一些 怎么样 那真的是眼睛看错了 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人 刚开始觉得再怎么好 那只是表面的一层东西 不是那个我的认识 你呢 那是